近日,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斑奖元素正式发布,此次冬奥会的斑奖花术将一改传统的鲜切花,采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,海拍融线边节记忆勾边而成的融线花术。 1月5日,在上海恒云祥大厦,一群志愿者们正在将这些融线花朵拼装成花术。志愿者黄帅笑着表示,作为一位普通市民,能够为冬奥会赛事的举办尽一分力,感到很幸运。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够亲手参与到这项顶级赛事当中来,为他制作这个奥运花术,其实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。 此次冬奥会颁奖花术包括玫瑰、月季、琳兰、绣球、月桂和橄榄,六种寓意美好的花形,分别象征着有爱、坚韧、幸福、团结、胜利与和平。 利美利主要负责颁奖花术的设计、培训、质量把关和最终组装工作。 他告诉记者,设计出一束满意的半奖花术并不容易,从长达数个月的设计定稿,确定编织花术采用的毛线,到如何让花术更立体鲜活。 运动员握起花术的手感更好,每一步都要下功夫。 勾的过程中呢,因为我用的是一种细毛线了,所以花勾出来的时候呢,有的时候这个花呢,稍微呢,就是有点,就是不是很听惯。 那么我用什么办法弥补呢?就是每一朵花里面,我都是用铁丝通丝固定的,就是可以熬造型,而且也不会造成这个花形的鬼都鬼了。 美丽的背后是大量的人力和时间,据丽美丽介绍,仅一朵玫瑰就需要一味边结师,耗费至少五个小时,并且因为花材各异,导致技法也不尽相同。 所以完成一束精美的花束,基本需要三十五个小时。 北京冬奥会和冬藏奥会颁奖共用花束一千二百五十一束,累计花材共一万六千七百三十一只。 所以制作所有花束,耗时将接近五万小时。 如何保质又保亮? 丽美丽说,全国共有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等七个省市的边界社团共同参与此次颁奖花束项目。 丽美丽通过录制视频和线上授课的形式,交各地社团制作花朵。 最终,来自各地的一万六千七百三十一只花材将汇总到上海组装。 这其中的每一步,丽美丽都会亲自反复核查。 这都是团队的力量。 丽美丽笑着表示,我可以保证,每一束花都没有瑕疵。 我们是团队,我一个人没有这么大的本事,我们是团队操作的。 我那这负责就是把花做得好一点,这两个要把关的。 要最后肿章的时候不要有瑕疵,就是我们个人有个人的分工的。 据悉,此次运用的海派融线边节技艺已有约一百多年历史。 最初从欧洲进入中国沿海城市后,结合东方首艺人技术所形成,而融线花艺是其代表之一。 丽美丽说,她一直希望这项飞移技艺可以走向国际,把融线花这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礼物带上奥运赛场,向世界献上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祝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